虽然我们曾在外神那期视频中简单提到过 但在最近两期视频中 当我提到火焰习武修士背叛了黄金术时 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里问为什么这么说 除了在评论区用文字简单解答以外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一期视频系统的说一下 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谈谈习武修士到底是谁 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没有波音枪的光头麦克书 这一切得从巨人战争开始说起 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燃火祷告里这么说到 源自不祥预言的祷告 灰灭火焰是黄金术的禁忌 信奉黄金术的预言家却窥见了那火焰 于是被逐出故乡 投火祷告里也有类似的话 同时火焰重罪里写道 预言家仰望黄金术感到绝望 因为火种就要伴随灰灭燃起大火 烧毁黄金术是最为原始的重罪 那是身为人之子万万不得做出的事 这三个祷告统称为不祥预言的祷告 祷告里说的正是我们的初始角色 预言家的背景故事 也同时预言了我们会稍数 从这三个祷告里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灰灭火焰 也就是雪山巨人的火焰 一直以来都是黄金术的大敌 独眼盾里明确地写道了 据说那神奇是巨人们祭拜的恶神 但后来被玛丽卡女王考伐 这里提到的恶神 正是代表灰灭火焰的火焰恶神 作为古老火焰的掌管者 火焰巨人们视其为神明 并虔诚地信仰着他 可能是因为信仰火焰 巨人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有一头红发 从火焰巨人的追忆中 我们可以知道 当玛丽卡知道巨人山顶的火焰大锅 足以烧毁黄金术 且永恒不灭后 巨人们就迎来了灭顶之灾 虽然有恶神力量的协助 但他们仍然输给了玛丽卡 于是巨人战争后 恶神就被封印在了 仅存的火焰巨人体内隐藏起来 现在我们只能在雪山 看到满山遍野的巨人尸体 而仅存的巨人 也只能因玛丽卡的诅咒 而化为火焰的看守者得以续命 卑微的巨人 化作火焰的永恒看守者 为此而活吧 以上就是巨人战争的起因 与结果 同时火焰的庇佑 祷告告诉我们 这是火焰习武修士们的 其中一种祷告 是作为古老的祷告 据说此祷告 曾在过去的巨人战争使用 保护黄金术的众英雄 也就是说 作为保护黄金术的一方 习武修士参与了巨人战争 协助玛丽卡 打败了巨人 然而巨人战争以后 马丽卡仍然不放心 所以我们从火焰阿 喷发吧的祷告中 可以了解到 巨人火焰是燃烧黄金术的灰灭火焰 因此在巨人战争后 火焰受到封印 诸位监视者随之诞生 这里的诸位监视者是谁呢 从火焰习武修士的头盔中可以知道 他们是那灰灭火焰的监视者 火焰阿的祷告中也提到类似的话 在遥远的北方山顶 巨人火焰如今仍在熏烧 习武修士们是巨人火焰的监视者 所以在最开始 火焰习武修士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就是巨人火焰的监视者 这一解释了 为什么他们会大规模的出现在雪山 同时请注意 这里我们可以首次知道 他们的名字叫习武修士 而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火焰习武修士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们的武器中看出来 习武修士火焰锤里写道 这是来自巨人三顶的火焰习武修士 持有的独特武器 但武器的名字在中文版中 是习武修士开头 日文版用的是生兵 而不是火之生兵 英文版也直接是monk 而不是fire monk 名字的变化其实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接着看 习武修士显然是畏惧火焰的 正如火焰的疗愈祷告中写道 火焰习武修士们的其中一种祷告 此祷告会稀微燃烧执行者本身 仿佛是希望人们牢记火焰的恐怖 但火焰习武修士的骨灰中这么写道 然而经历长久岁月之后 那火焰俘获了监视者的心 火焰啊 缠绕吧的祷告中也写道 火焰会吸引注视他的人 因此火焰监视者也是火焰的信徒 可能火焰习武修士铠甲上展现的更加生动一些 胸凯上的异形脸孔图案 据说是源自古老火焰的恶神 因为恐惧 禁忌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这里的英文版文本写得更清楚一些 禁忌因其激发的恐惧 而转变为持久的痴迷 原本奉马里卡的命令监视火焰大锅 并看守火焰巨人的那些火焰监视者们 因为恐惧而受到火焰的吸引 成为古老火焰邪神的信徒 火焰邪神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恐惧魅力 人让这些因禁忌而参战的僧侣 最终背叛了初始的信仰和任务 转职成为了火焰习武修士 这是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蓝廷格尔效应呢 其实不仅仅是习武修士 在巨人祷告书里 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身为监视者的诸位主教 常匿的祷告书 这里指的就是那些 穿得像个人的祖教们 这似乎同时也在暗示我们 祖教可能发现了一些 关于火焰巨人的秘密 比如火焰啊 《青柱吧》中写道 这是直接展现火焰巨人力量的 其中一种祷告 一般的祷告书 不会记载此祷告 只有极少数的祖教 知道它的存在 类似的祷告 还有好几个 而这些只有少数部分祖教 才掌握的巨人火焰祷告 可能正是他们被视为 黄金树异端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游戏前期 我们在尼耶尼亚湖 就能看到这些大热天 还穿着红袍大厂的奇葩存在了 火焰习武修士 通常不会单人出现 无论是在尼耶尼亚湖 还是在雪山 身边总有小弟跟随着 这些眼榜不带 手持荆棘的小弟 也是背叛黄金树的存在 我们有机会在做视频详谈他们 而这些游荡在尼耶尼亚湖的火焰习武修士 并不是来旅游的 他们是来找东西的 恶神火焰祷告告诉我们 这是直接展现火焰巨人力量的 其中一种祷告 传说中的祷告之一 此为亚当偷走的祷告 使监视者之手亚刚提隐瞒的秘密 据说恶神至今 仍存在火焰巨人的体内 这里的亚刚提 显然是一名主教 是所有火焰监视者的头目 接上上面所说 他知道恶神火焰祷告的存在 并且也有可能知道 恶神仍存在火焰巨人的体内 然而这是一个不能让黄金树知道的秘密 否则他们连同那个仅存的火焰巨人 可能都会被玛丽卡铲除掉 但是这个祷告却被亚当给偷走了 并藏在了尼耶尼亚湖的监牢里 于是习武修士火焰刀告诉我们 他们前往尼耶尼亚地区 想要击拿到火的逃犯 那些游荡在交界地各个地方的火焰习武修士 正是在最终被亚当盗走的恶神火焰传说祷告 并且不能让玛丽卡知晓这件事情的存在 这还没有完 被判的还不只是这些信仰火焰的主教和习武修士 从黑焰习武修士亚蒙的骨灰中 我们可以知道 他宣誓向狩猎神起的黑焰效忠 是火焰习武修士之中的守卫叛徒 不过亚蒙是逃离了火焰 因为他的心太过软弱 从英文版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亚蒙逃离的是巨人的火焰 他没有像其他火焰习武修士那样选择接受诱惑 而信仰火焰邪神 是因为他害怕 out of cowardice的意思是怯懦而不是心软 害怕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但他选择了可以狩猎神起的黑焰 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吧 从黑焰习武修士铠甲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对狩猎神起的黑焰为之倾倒 因此舍弃监视者身份 转为叛徒 所谓的禁忌 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由此可知 这些信仰黑焰的习武修士 理由其实和信仰火焰的习武修士一样 都是禁忌 因其激发的恐惧 而转变为持久的痴迷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以此类推 硝瘦眼眸的女王 被玛丽卡的黑剑打败以后 也曾派了一批火焰习武修士 去监视黑焰呢 那么拉塔恩神兽塔下的狩猎神起大剑 到底是因为神匹借拉塔恩的地盘藏力 还是玛丽卡派习武修士 把他封印在那里 但被神匹找到了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 最后我们来说说这个比较绕口的名字 习武修士这个名字 在英文版和日文版中用的都是生人这个词 英文版中火焰习武修士 直接就叫fire monk 其实在爱人法环中 所有有修士这个词的地方 日文版都是用的生人 比如诺克斯修士 但是英文版在诺克斯修士这里 用了monastic这个词 这是个典型的基督教词汇 意为独身修行之人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士或修士 通过祈祷冥想等方式 以其更符合自己信仰的理想 或接近神的旨意 考虑到本作设定的作者 乔治·R.R.R.玛丁天主教的家庭背景 在诺克斯修士这里 中文的翻译沿用英文版的用词 是非常精准的 那么以此类推 习武修士是否也应该更加贴近英文版的名字呢 他们是否就应该是monk和尚 而不是monastic修士呢 同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 所以讲到这里 习武修士到底是谁 他们曾属于黄金树阵营 参与了巨人战争 并在战争后受玛丽卡的指派 监视火焰巨人以及火焰大锅 但是在监视的过程中 习武修士抵不住火焰的诱惑 开始信仰火焰恶神 并成为信仰灰灭火焰的火焰习武修士 或是逃离火焰 受到灰焰的吸引 成为萧射眼眸女王的信徒 但不管怎样 他们现在都是在为新的信仰而奋斗 不再为黄金树卖命 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不知道我对于习武修士的故事解读 您是否满意 或者您对它没有其他的理解 也非常感谢您能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和关注 我是没有波音枪的光头麦克苏 关注我不迷路 为你带来更多的游戏攻略 与资讯分享 谢谢 收藏档做视频不易 感谢一键三连支持